这节课我们学习ES8 也就是ES2017 对于字不串扩展的两个新的方法 叫做PedStart和PedAnd 其实Ped这个单词 那应该并不陌生 对吧 因为我们在学习CSS的时候 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合模型 在合模型里面有个叫做Pending 我们叫做内边去 这个Pending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表示做停冲 对吧 这里面也是一样 Ped就做停冲的意思 那Start呢 是不是应该是在开始的地方停冲 那And呢 是不是应该在结束的地方停冲 对吧 所以说我们光看这个方法的名称 我们也能够知道 这个方法应该是做什么用的 而且它是一个实力方法 所以说是定义在PredToType下面 OK 那我们一起看一下 这个方法应该如何去使用 以及有什么样的应用场景 我们再形成一个文件 4上4 然后呢 这边也有点 OK 大家看 比如说我们先定一个简单字幕串 比如这叫Emoc 然后呢 这样 我们输出 str.headStart padStart这个函数啊 后面一共对应的是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指的是 我们要填充的目标长度 也就是我填充到多长 OK 目标长度 比如说当前我这个字幕串 它是比进行长度是5 对吧 比如说呢 我给它填充到8 这样一个长度 第二个参数呢 其实是可选的啊 指的是填充的字幕串 就是以什么样的字幕串 去填充它 比如说当前我用S填充 大家看输出结果 你们发现输出的是 XXX Imoc 大家看啊 整个填充完之后 字幕串长度是几 是不是8 所以说第一个参数 指的是填充之后 目标字幕串的一个长度 第二个呢 指的是 我以哪个字幕串 去填充当前我这个字幕串 OK 是不是以X这个字幕串去填充 而且呢 padStart 是不是从Start 也就是从开始的地方 去填充 所以能够发现 这个XXX 是不是在当前 目标准充的前面 去填充的 对吧 大家看啊 比如说我们再处处 STR点 pad and 大家看 它说还是一个8 然后呢 我用Y去填充 大家看这时候得到结果是吗 你们发现 当前三个Y 也会填充到 当前字幕串的后面去 因为and 指的是不是结束的地方 对吧 然后呢 第一个参数8 指的是不是 当前填充完之后 字幕串的长度 也是一个8 这样的长度 所以这两个函数 都非常简单 这两个函数的作用 是不是它都会 返回一个 新的字幕串 对吧 因为我这边输出的 肯定是当前 这个函数的一个 返回值啊 比方说我们 再几个例子 大家看 我们输出 STR点 padStart 比如说 如果我只传递了 第一个参数呢 刚才我们说 第二个参数是可选的呀 对吧 保存之后 我们看 但我们发现 前面会有些空格 所以注意 如果第二个参数 不传的情况下 那它相当于是默认的 相当于是用空格 去填充 OK 当然 padAnd 也是一样的啊 都是通过空格 去填充 因为第二个参数是 可选的 这两个函数的使用方式呢 不过很简单 这两个函数 到底有什么样的 应用场景呢 我们看啊 我给大家举个 很常见的例子 比方说 我们在项目当中 经常需要输出 当前的日期 对吧 日期的格式呢 一般是这样的 比如说 YYY表示的是 当前我的年份 比如说 现在是2020年 对吧 四位数 然后呢 中间我想要一个 横杆 银字符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要月份 比如说 MMO 表示月份啊 两位数 比如说 如果是2月 那就写个02 如果是10月 那就写个10 总之它有两位数的 接下来呢 我还有一个日期 比如说 表示的是 当前是几号 比如说 如果当前是 4月1号 那你就这样写 比如说 2020年 -04-01 也就是说 当前我的月份 和日期 我都希望是一个 两位数 如果不足两位数 如果只有一位的话 那你前面用0 把它补全 这样一个场景的 项目当中 是不是非常常见 大家想一下 应该怎么做 是不是很容易的 就想到 使用我们的 Head Start 把前面用0 给它补全 那怎么写呢 大家看 比如说 我订一个 当前叫做 New Date 我先去实际化一个 当前的日期 然后呢 比如说 我订一个year 通过 now.getFullYear 去返回当前的 年份 那当前的月份呢 大家看 用哪个方法 这种叫做 now.getMonth 对吧 大家注意啊 getMonth 反复的值是多少 是1到12月吗 大家有没有注意过 这个方法的反复值 这个方法的反复值 其实反复的是 0到11 一会儿我们输出 看一下 我们再定一个日期 date 等于now.getDate 大家看 这时候我们先输出 当前这样一个年份 然后呢 月份 以及日期 我们看一下 代码第11号 大家看 输出结果是 2020 3 20 其实 当前的今天啊 就是在乌克这个时候 它是2020年的 4月20号 所以刚才我说 月份 是不是 它差一个数 因为 它返回的是 0到11啊 所以说如果想返回 我们认知的 这样常规的月份的话 那么 我们这边需要给它 加1 这时候返回结果 才是2020年的 4月20日 对吧 但是这个需求 跟我们不一样啊 我需求是 如果当前是 一位数的话 那前面用0 给它补全 那应该怎么办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0 要在前面补全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 用Pi的 Start 对吧 怎么用呢 把它包裹起来 这不加1吗 然后呢 直接去点 Pi的 Start 比如说 我希望它是 两位的 对吧 第一个参数 表示的是 当前补全之后 自如创的长度 然后谁补全 是不是我希望用0 去补全 但是大家看 会不会报错 我先给它写完吧 然后呢 当前这个day 我希望它也是补全的 因为今天可能是20号 如果过两天 到5月1号的话 那1号 是不是也要改成0 以 所以说 对于这个day 我们是不是也要给它 Hide Start 然后呢 补全 对吧 然后这边输出的时候 比如说 我就按照 我当前的格式输出 我用横杠 凝字符 把它连接起来 那应该怎么办 我这边是不是可以 用ES6的 模板动物串 对吧 然后呢 当前取到 这样一个year 然后横杠 再取到 当前这样一个month 再横杠 然后呢 再取到 这样一个day 大家仔细看 看会不会报错 保存 你们发现 左边没错 报什么错 大家想 第二 PiStart 是not的方式 说它不是一个方法 大家记得 我们PiStart 是谁下面的方法吗 是不是 字符串 原型下面的一个方法 但是 当前如果 加1以后 当然这个值 是一个字符串吗 它其实是一个 number型 所以说我们是不是要把它 转化成字符串型 转化方法很多 比如说我们就一个 toStream 把它转化成字符串 当然 这边也是一样的 接着再输出 我们看 这个结果 其实就是 我想要的 所以说 当前我们去拼接 这个字符串 这个场景的项目当中 非常常见 我再给大家讲 什么场景 大家看 有的时候 比如说 我们可能有这样一个 手机号 或者是身份证号 然后呢 我只想给 显示出当前 手机号 或者身份证号的 比如说 后四位 前面的几位数呢 我都希望 用新号去代替 因为可能我想要有一个加密的效果 我不想让用户完全看到 它所有的信息 对吧 这样对用户的信息呢 有一个保护的功能 那应该怎么做 比如说我用手机号准备 什么机号都是一样的 我定一个手机号吧 比如说 我随便写手机号 130 然后呢 12345678 OK 这个呢 就是一个 11位数长的一个手机号 这手机号 是我随意写的 然后大家看 比如说 我现在想输出的时候 只输出后四位 当然 前几位的话 用新号去表示 那这样的话 应该怎么做 大家想一想 我们能不能用到 当前我们今天这个 派的方法啊 我既然只想让用户看到 他手机号的后四位 前几位呢 我希望是用新号去代替的 那应该怎么做 我是不是应该把 后四位先取出来 然后呢 把它前面再给填充成 对应的新号 那填充 总共填充的长度是多少 是不是应该指的是 我当前TEL 这个字幕串的长度 大家有生功了吗 大家想一想 比如说 我先取到当前这样一个 电话的字幕串 然后呢 我们通过Slide的方法 取到它的后四位 对吧 然后呢 后四位取到以后 这里面取到应该是 5678 接下来 前面的这几位 我是不是要用新号去填充 大家看 前面填充 是不是会想到用 Ti的Start 那填充到多长 要把填充的 目标长度是多长 是不是应该就是 我手机号的长度 所以说 是不是应该是 TEL的 Mans 是吧 用谁填充 比如说我们想用 新号填充 然后呢 这个方法 是不是返回一个 当前的新的纵串 比如说我们就 NewTEL吧 就返回一个新的电话号 这时候呢 我们输出 这个新的电话号 大家可以看到 G15 大家没有发现 这样的话 我们的手机号 前面就被加命 然后呢 后四位是能被看到 对吧 这种情况很常见 另外比如说 如果你这边是一个 身份证号 比如只想看到 身份证号的后四位 那其实这个小计算法 是不是都应该是一样的 这也是一个 很常见的应用场景 所以这两个例子呢 我们讲的是 对于Pi的Start 这两个应用场景 大家应该会用了 今天我们再讲 我们再讲一个 Pi的End的应用场景 大家想一想 其实在项目当中 我们是不是经常 获取到一些 时间戳的一些信息 怎么会有时间戳 我们是不是可以 NewData 然后呢 去点GetTime 对吧 这时候大家有注意过 时间戳是多少位的吗 我们看 其实时间戳 固定长度是13位的 然后这13位呢 它单位对应的 其实是毫秒 但是有的时候 可能会到这样的情况 比如说当时这个时间戳呀 并不是我们前端 通过我们这样的方法 去生成的 我的前提是 当时这个时间戳 可能不是由前端生成的 有可能呢 是由后端生成的 然后呢 后端把这个时间戳 返回给我们 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场景 因为后端有时候呢 可能我返回的是 以秒为单位的 这时候它可能 返回的长度 可能是10 这样一个长度 那这样的话 跟我前端那个长度 是不是就不匹配了 对吧 那这样的话 当我把它转化成 毫秒的时候 我后面 是不是可能要补权 这时候 我们就需要用 HeadAnd 比如说我简单 写一下一个 尾代码 然后我们返回一个 这样的时间戳 比如说 TimeStamp 然后呢 当获得这个时间戳以后 比如说 我想去给它 通过Head 然后And 去给它拼接成 当前是个13位 然后呢 不足的地方 我后面去给它补零 其实这种场景很多 当然这是一个 尾代码 并不是个真正代码 它表示的是呢 后端传给我们这个 时间戳呀 是以秒为单位的 可能是一个 10位长度的 并不是13位的 这样的话 当我转化成毫秒之后 我后面是不是要补零 我们可能就会用到 HeadAnd 这样一个方法 其实当前这个场景 在项目当中 也非常常见 大家也要知道 这个呢 就是地解课 我们讲的ES8 对于字幕串 扩展两个新的实际方法 它们的作用 都是用于填充字幕串的 一个是 在字幕串的前面填充 一个是在字幕串的后面填充 它们的参数 都是两个参数 第一参数呢 指的是 我要把这个字幕串 填充到多长 指的是 目标字幕串的一个长度 第二参数呢 是可选的 指的是 要用哪个字幕串 去填充 目标字幕串 如果第二参数不传呢 它相当于是用 空字幕串去填充 而且呢 我们也讲了 这两个函数的一些 很常用的应用场景 希望大家在项目当中呢 如果需要用到一些 字幕串填充的时候 能够想到这两个方法 这个呢 就这节课 我们需要讲的内容 我们下节课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